虽然已经过了母亲节 但是为了让台中市民 能够记得母爱的伟大 台中市立委蔡景龙 特别在母亲节之前 推出温馨五月天 爱的话语争选抽奖活动 母亲节之后的6月14号 并且在律师跟民众的见证之下 在立委蔡景龙服务出门口 抽出了几十个奖项 如果能大家在妈妈 还在跟我们身边的时候 多尽一点笑道 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造成遗憾 这个立委蔡景龙服务处 举办的爱心活动 民众只要以赖上网写下 对妈妈感谢的话语 并且留下姓名电话 就有机会获得iPhone 5 HTC One 三星 宏达电的手机 参加活动的获奖民众 都感到非常的意外跟高兴 我觉得非常好 蔡景龙立委他请一问证 也对我们一般的民生 或者是国家的都很关心 立委蔡景龙表示 推出这样的活动 是他最高兴的事 让妈妈们感受到子女的孝心 可能是全世界母亲最大的幸福 蔡景龙还感性地说 他的母亲虽然已经过世了 但是借由这一次的活动 也算是尽了一份孝心 记者陈文旭 萧佑金台中报道